你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 小赵说事 我是主持人小郭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 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马白先生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 你好 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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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别亮相了 差不多 你好 来 做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一号男嘉宾来自北京 感谢二十四位嘉宾给我亮灯 你等会儿 不是 这是相亲节目啊 废话 废话 谁让你们放这音乐的 我来的时候给你们编导怎么说的 你们音响啊 我把音乐给你们了 放我专属音乐 你放这音乐我不说这词 对不起 对不起 马先生 同心发 给编导注意一下 放人家马先生专用的音乐 注意一下 来 再重新请一下 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 马先生 不要鼓掌 不要鼓掌 对 好好 这样的音乐 你好 马先生 你好 我是主持人小郭 小李你好 那咱们坐吧 好的 小孙 我坐哪里 您坐那边就可以了 好的小胡 小周啊 您先等会儿 我没那么多爸爸 你开始聊天好不好 开个玩笑 别开玩笑 最近有没有拍什么新片呢 有拍新片 你看前两天呢 我拍了一个片 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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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片子呀 电影电视剧 是这片子 那你就说电影电视剧不就完了吗 那你说片子 我不拿这片子 对不对 那电影电视剧最近拍了吗 有在拍 哦在拍啊 拍了一部新片 我的这部片子 我完全启用的是咱们国内的新人 为什么要用新人呢 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国内的演员特别不容易 不容易啊 我当年当演员那会儿 哈尔滨夺了 那水多凉啊 我穿游泳裤衩 我踏 我就跳下去 您这有点玩命 您可以找替身呀 我就是替身 对不起啊 说到您的痛苦了啊 没关系 那您这部片子叫什么名字啊 啊 我这部片子是一部言情剧 哦啊 这部片子叫 我那么爱你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在公园里溜达 我问一下您 投资跟投机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投资跟投机 对对对 有区别啊 哦有区别啊 有区别 什么区别呢 投资是普通话 投机系广东话啦 我发现我有点想不住他 咱们聊点生活上的事吧 好 我看编导啊给我的资料啊 这个资料上 哎您特别喜欢小动物 特别有爱心 非常的喜欢小动物 是是是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说呢 反正基本上 每顿都得有点 您是想要面对错误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谢谢啊 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 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嗯 很多年轻人犯了错误以后 你们总是自责 是 哎呀总觉得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这怎么办呢 甚至有人得了抑郁症 哦 没有 是 谁没犯过错误 我也犯过错误 那么当我知道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我是怎么做的 您是怎么做的 静下来 沏上一杯茶 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什么嘉宾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马上请出第二位嘉宾 第二位嘉宾呀 是来自北京活不腻保健中心的主任医师 是来洗了 哈哈 掌声有请 来教授 来 您现在有什么养生方法吗 就是吃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 洗你喝的特别有道理 哪三句啊 早晨吃的像乞丐 中午吃的像乞丐 晚上吃的像乞丐 这不就是乞丐吗 这不乞丐三顿饭吗 早晨吃的像皇帝呀 早晨吃的像皇帝 对呀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吃对了一天都有精神 这话说的对 但是现在很多老年人 包括你们年轻人 你们在吃早餐上 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什么误区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你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我给大家说一说心情 哎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就想听这个谜 您知道吗 怎么样不空腹吃早饭 你喝杯水呀 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 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味 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哎 那么下面有一个环节呀 叫有难我来帮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这个观众啊 哎哟到罗嘉台 然后向这个来教授咨询啊 咨询啊咨询 有没有有没有观众 又啊有没有有还真有啊 你可以喝呀 你好你好你没有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你父亲的生活好吗 行 好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48 48 结过婚吗 没结过婚他哪来的呀 对不起 你爸爸今年48 你妈妈今年多大了 跟我爸同庚 同庚 什么意思 就是同岁一边大 双胞胎 等会啊 双胞胎 同罪就双胞胎呀 你怎么办这双胞胎这事好不好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 总出嘘汗 你父亲这是典型的肾虚 肾虚呀 肾虚 那怎么办呀 吃点啥呀 吃妖子呀 吃妖子 吃妖子呀 而且我告诉你 要生吃妖子 把妖子买回来洗干净 拿棍穿好了冻冰箱里 冻凉了拿出来 含着吃 那为什么要生吃妖子呢 劲儿大 那我问得明白啊 我岳父啊 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 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 亚洲炎大脑炎心脏病 这吃什么 这个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我就问你 怎么样预防这些病 那你没说清楚啊 对不起啊 吃妖子呀 这妖子算了 太会来了 你看我跟你说 这是你们都误解了这个词了 真正中医讲究什么呀 四个字 哪四个字 凉腰苦口 我说那腰子干嘛动起来 凉着吃凉腰苦口 对 我爸爸吧 不仅爱出嘘汗 他还总爱发脾气 一怒 总爱发脾气 一天天 咬人吗 咬人来嘛 就是爱发脾气是吧 一怒 让你爸爸练心呢 练心 没事写写字画画画 修身养性 这个对了 练练心 是是是 教授我平时也爱画画 我那个今天还特意带来了一幅我的得意之作 泰国画展的画 我今天把画带来了 对 哎呦 那听众们有点 来来掌声有请一下 来教授把他的得意之作 我们展示一下 你洗手了没有 教授我手干净的 手干净的 不会把您画弄脏的 好嘞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 这幅画是吧 对 我觉得怎么应该摸完这会儿应该洗手就是那一句 这幅画是有寓意的 和平年代 我再问一下您啊 就这两只鸡 这是和平哥 和平哥 对 那这小猪 这是猪木 这是长颈鹿 这是太阳 我说对了 这太阳的睫毛还挺着 这是母太阳吧 这是 那这小怪物呢 这是我 这是腰吧 我这是有寓意的 什么寓意 我要和平 谢谢您来教授 希望下次您再有时间的时候也不要再来我们的节目了 好 那就 咱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来教授 老贾您帮我把这垃圾带下去 再见 主持人 你好 又来一漂亮姑娘 你好你好 你好主持人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是这样 我呢 最近想到一个剧组里面去面试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找一个老师能够教我一些小才艺 哦 什么什么剧组 那个剧组的名字叫 我那么爱你 你去拉 闭嘴 今天你也算来着了 今天我们节目来了一位大批刹舞蹈学院的舞蹈老师 水星老师 掌声 有请 你好 水老师 平时没少吃腰子吧 一上台大家都能看出来啊 一上台那种 就透着那种骚气 朝气蓬勃 来来坐吧 坐吧 我先跟水老师聊一聊 好 水老师 您是怎么样走上舞蹈这条道路上的呢 哎呀 那说来话就长了 没事 您说您的 我们还有时间 好 在地球刚刚有人类的 闭嘴 这话头太长了 您怎么着 您直接问 求助着 问他这个 有什么想法 我想去一个剧组去面试 想跟您学一点小的才艺 小的才艺 好啊 那这样 老师教你一段口技好不好 真的啊 口技 口技 您不舞蹈了还会口技呢 我在练舞蹈之前 我是一名口技演员 那太好了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 那这样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白鸟潮动 好 好厉害 太厉害了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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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是蔡鸣的这个专用教练 我每个几代都要去教她瑜伽 喜欢瑜伽吗 喜欢 不然我回去我也可以教教我妈妈呀 教教她 来 跟我学瑜伽啊 下来吧 下来吧 蔡鸣这么大半 天天跟家里干这个呀 别学这个啊 你母亲多大了 今年 六十多了 六十多了 老太太跟家干哥了呀 别弄这儿 行得舞蹈行不行 这也简单吧 那这样吧 那老师只能教你舞蹈 哎 舞蹈行 好不好 好 你想学民族舞还是现代舞 肯定是民族舞啊 民族舞 对 想学哪的民族舞 呃 歹族 云南歹族 歹族 好 那老师只能教你一段歹族舞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新疆好的方向 大大大大小新疆好 您带着那脑子就为了显字用的是吗 你怎么这么说 不是 我跟你说 他说云南歹族舞 您那新疆那俩字都唱出来了 那歹族舞 我得有歹族的音乐呀 您说我给您哼哼不就完了吗 来 来 这还是新疆的 这还是新疆的 行行行 来 要不你这样 你明天再来 下个节 下一期先 今天 主持人 先走吧 我刚刚是想走 但是我现在不能走 为什么 你留我看会笑话 北老师 您觉得舞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舞蹈的最高境界 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 人与自然的结合 举个例子 你们看杨丽萍 杨丽萍 杨丽萍的孔雀舞多么的优美 一伸手一头足 那她是孔雀 她是女的 她模仿孔雀 那么我是男的 我模仿大象 来 我们唱个男的大象 好不好 展示一下 看看跟孔雀有什么不一样 好 好久没有跳大象了 给她再展示一下 主持人 主持人在这呢 你都转军了 不是这大象为什么要转啊 那转就对了 晕头转象 你看我跳得怎么样 你看我跳得怎么样 你开心就好 那您有没有什么绝活 最后来个绝活 那么这样吧 接下来我就把我自编自唱的舞蹈 动物世界献给大家 好 好不好 主持人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这个舞蹈里能不能融入我的口径 不能 直接就动物世界就可以了 好嘞 来 音响师开始 走啦 走啦 嘿 我有着 静静 嘿